在被欧洲航天局发送到平流层之后 该装置已经显示对平流层安全且无害 在30公里的高度 这个项目名叫Granasat 由格拉纳达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们设计而建造出的 一系列的设备被安装在一个容器里 这是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大学第一次被选中参与此计划 一个被装入该装置中的照相机 能够获取高科学价值的图像 它将是格拉纳达大学正在筹建的卫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Granasat是一个包含多项学科的综合项目 需要学生有不同的职业和技能 而学生掌握的实际操作的知识和经验才是最重要的